只是踢了4分鐘 巴東球員可以慶祝 因為伊斯干達放一支重砲 是SKMOSAN也好 是早有預謀也好 波就這樣入了 杰志早早就要從逆境中出發 佐迪回經一個頭鎚 波就是入了 不過助理裁判子月為在先 入球無效 小組連贏兩場的杰志重新來過 繼續擺行一副戰鬥格 干拿高機會最多 還是接二連三來 不過都是拿來浪費 圍攻的格局去到下半場繼續 杰志依然想為一個攀平的入球 奈何就是找不到 反而巴東一次反擊就搞定 77分鐘 祖利亞威爾遜為這支印尼代表攻入第二球 6分鐘後 佐迪接應劉全坤的傳送 幫杰志追成較接近的比分 以為藍三軍有一絲攀平的希望 不過巴東始終都能夠頂得住 杰志只有接受輸1比2的結局 在E組被打破長勝的齋撥 讓榜首位置給對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郭子龍 約1930分鐘 九十三 九 六